哈囉我是Sky1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健身房中最強的 五大神器 如果你現在使用的健身房有這些訓練器材 那麼它一定是一間非常棒的健身房 趕快去把它練爆 第一台自由角度側平舉肩部訓練機 不同於啞鈴側平舉的地方是 這台器械可以讓你在任何高度 都保有著肩部三角及中速的肌肉張力 並且對於肩部訓練非常友善 可以自由的微調側平舉軌跡 可能有些人在用啞鈴側平舉的時候 會感受到肩部夾擠不適 或是訓練中用太多核心穩定 沒辦法好好的專注在三角機上 也很常在訓練中出現太多的搖晃帶長 這台機械式器材都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我用過自由重量啞鈴 以及手肘固定式兼飛機 個人還是最喜歡這台 它已經變成我練肩的固定班底了 第二台蝴蝶機 蝴蝶機算是大家比較熟悉的器械 它不但可以訓練我們的胸肌 也可以換個角度訓練我們的後三角以及斜方肌 算是非常多功能的器械 通常我們在練玩槓鈴臥推或是啞鈴臥推的時候 都會使用蝴蝶機來做夾胸 讓我們的胸肌得到更純方位的刺激 而且非常方便的是它的插銷非常快速 非常適合用來做超級組來讓自己力竭 蝴蝶機同樣是我在胸肌訓練以及肩膀訓練時必練的機械器材 第三台多角度做是滑船機 不得不說這是一台當我第一次使用就愛上的練背神器 每個練背日都會發自內心的說就決定是你的滑船機 當然其他還有很多非常棒的練背器材 像是單槓、滑輪下拉、懶神滑船 但這台器材都被我歸類為健身房的標準配備了 我認為一個全方位的健身房就應該要擁有這些訓練器材 然而在這些練背器材中脫穎而出的 正是這台多角度做式滑船機 它的踏板以及握把角度可以讓你在良好的動作模式下 全心全意訓練背部 並且擁有多種不同角度的握把 可以讓你找到最棒的背部感受度 第四台哈克深蹲機 撇開深蹲架的背蹲矩來說 哈克深蹲機可以說是機械式器材中的練腿神器 相較於槓鈴深蹲 哈克深蹲機對於肩部的活動度 以及核心的要求相對要來的低非常多 不論是對於剛開始練腿的新手 或是想要孤立肌群訓練的健人 一定要來試試哈克深蹲機 才會讓你對於腿部訓練有新的體驗 另外今天是以機械式器材為主 所以像是深蹲架、啞鈴、槓鈴、Bench 這些優秀的自由重量器材都滅入台行 並且以上這些器材也都被我貴類為健身房的標配 一個優秀的健身房 這些器材也都是不可或缺的 第五台腰帶式快扣臀推機 這台絕對是臀部訓練的浮音 因為我們在訓練臀推的時候 都是拿著啞鈴或槓鈴 上背靠著Bench訓練 但常常會發生起槓不順 或是寬周圍被槓鈴壓得非常不舒服 腰帶式快扣臀推機 可以讓你在穩定便利的狀態下 集中注意力訓練臀推 如果你是練臀模仁或是覺得自己屁股不夠翹 想要加強訓練的朋友 一定要來試試這台純推機 好那以上就是我個人心目中最強的 五大神器分享給大家 這次拍攝的健身房位於 永和雲泉路八十號二樓 三間客的健身房 歡迎大家來健身 裡面除了有頂級器材 裝潢也非常漂亮喔 重點是入場費超級便宜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看完影片大家也別忘了在留言區留下 你心目中的健身器材排行 來給大家分享喔 我是居然的剛才 我們下次見 掰掰